我們不能否認 在跟民進黨最後 我們短兵相接之後 你很多的政治的張力 提高到最最大的時候 你很多的政治的抗壓性 還有很多你面對議題的回應 那如果在這個攻防之間 你的民調起起伏伏之下 如果韓國瑜的民調 一直是維持在一個很高的階段 那我們不能夠再回頭走 回頭路 就是說民調掉下來之後 我們要回來再次 去考慮韓國瑜的因素 韓國瑜不是備胎 他是很多人的首選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國民黨 確定我們的機制要往下走 那就是不管是郭台銘也好 或者是朱立倫等等的 只要是提名的候選人 那就是我們就是 一路要走到底 就不用去考慮韓國瑜的因素了 但是如果我們要從 全面性來考量的話 如果你不能夠避免掉 有可能韓國瑜的民調 還是是往上 有可能還有機會的話 那所以我覺得 你就要考量到 要用更平均的方式 更全面性的方式來做這次的協調 所以我能夠蠻能夠理解 其實吳主席在這次的過程 他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方式 甚至有很多人去罵說 方式一變再變 但如果我覺得最終的目標 就是要提出最強的候選人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空間的 所以剛剛秀琳問我說 覺得韓市長會不會把他的 第一個你先覺得 現在吳敦義的這個方法 是不是一個好方法 我如果覺得站在一個 為國民黨能夠勝選考量 我覺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 但是前提是 你必須要讓黨內的機制完備 假設要用2020的提名 特別辦法的話 那必須要讓所有 現在要參與的 不管是豬王或者是郭 包括韓 你都必須要讓大家都同意 這樣的遊戲規則 這樣的話我覺得 你對我們的黨員也好 對外界他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為什麼 我不會認為 他雖然講說2020 不在他的考量之內 但是我覺得他本來心裡 就有做好一定的承擔的準備